好看一下左边 画面现场是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特别捐赠123个小家电 帮助65户基隆的弱势家庭 由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协同社会处处长杨玉欣代表接受 社会处长杨玉欣说 感谢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根据弱势家户的实际需求 捐赠除湿机、电锅等小家电 帮助改善弱势家户的生活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台亚基金会 非常慷慨地在寒冷的冬天 来帮助这些脆弱家庭 那有123位朋友能够得到需要的物品 那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除湿机 在基隆是格外的需要 每天要烘干衣服、要晾干衣服 否则衣服会有臭味 那这会影响人际的互动 对于脆弱家庭的孩子们 或这些受到儿肇保护的 或成人保护的 或者身心障碍或老人朋友 他们都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 无论是厨师机、洗衣机 这个台灯 或者保温壶、电锅等等 那非常感谢有慷慨的台亚基金会 来帮助我们社会一起完善 这个最有爱的城市 最后一里路的需要 谢谢 那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我们的董事长是在柬埔寨的台商 他因为是出生是基隆 所以他在事业有成以后 就想说积极回馈基隆的乡亲 来对基隆的弱势家庭 做一些服务跟贡献 那我们要很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社会处 这些可爱可敬的社工师们 他们很认真的查访 他们知道这些家庭的困境 所以就积极来寻求我们跟我们企业合作 那由我们根据他们所调查的名单 根据他们的需要 提供这些弱势家庭、脆弱家庭 除湿机、洗衣机、保暖器 或者是电锅这些应用的电器用品 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与社会处处长杨玉昕 也相当感谢台亚国际慈善基金会 连续三年捐赠小家电 给基隆需要的弱势家庭 市府也将持续努力 将基隆打造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很多汉区公司的电锅 打造为最好的天啊 担认current 不管是没有 肯定地的乱势家庭 有很多汉区 居活性セシ的